大家好,歡迎收看攝錄 我是你的主持人Andy 旁邊就是我們今天的Model 即家 Hello 我們來到觀塘海濱做甚麼 你見到我們手上有兩支重型兵器 就是DJI最新的RS2和RS-C2 我們來到觀塘海濱 我們想做一做這個評測 試一試這兩大兵器有甚麼厲害 SIGGA 你知道這支是甚麼嗎 這支是Gimbo 厲害? 這支是Gimbo 有沒有用過? 沒有 沒有用過?正常 OK 好了,其實我們今天拿著這支 看到第一支就是RS2 最新的RS2Gimbo相機穩定器 你會看到它的外觀非常英俊 有我們其中一位主持很喜歡的碳纖外形 另外它會有彩色屏幕 它亦可以將相機的圖存落在屏幕上 可以做到看到亦可以做到跟焦 而這次RS2的手柄位亦是一個電池 它可以拆出來額外充電 亦可以在這裏看到還有多少電量 外形方面 另外我覺得這次是非常大的進步 就是它在快插板上有一個按鈕可以做到微調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只差一點的情況 可能換鏡或者加一些濾鏡 可能會令它的重量有所改變 你平時都需要整個Gimbo重新去調節 它只需要有這個小小的按鈕 扭一點點就已經可以調節到 大致上我們這支RS2的外形 就是差不多了 好了那Gimbo怎樣用呢 怎樣去設定它的平衡呢 我相信有用的人都應該會知道 很簡單很基本的東西不需要多說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Gimbo 可以控制到相機呢 這個都會有少少複雜的 即加你懂不懂嗎 懂不懂 不懂都是正常的 所以不如教你怎樣去接駁線吧 好嗎 好啊 首先我們就接駁了相機 我們就會拿一條USB-C線 兩頭都是USB-C線 沒錯 就是這條了 那我們就將其中一頭插到相機上 對啦 另外一頭我們就插到Gimbo的相機 有個圖案的位置那裏 沒錯啦 第二個中間的位置 我們就是屬於駁摩打的 對啦 哇厲害啊 你看每條都懂得拿 好了 有一個L頭的 L頭我們就駁摩打那裏 對啦 之後我們就插在中間的位置那裏 最重要不要影響到鏡頭動就OK的了 第三條呢 第三個位置都是一個USB-C的位置來的 這次就拿錯了 對啦 沒錯啦 我們插了這裏 有個Wi-Fi的圖案 之後我們就駁到我們的圖傳那裏 最主要是給電圖傳的 其實不插都可以的 因為圖傳本身都是可以供電的 但是你也可以插了Gimbo拿電 這樣就可以圖傳得久一點 最後就是駁這個HDMI 對啦 就是這個圖傳的HDMI線 那我們一頭就插上相機的HDMI位了 對啦 細那個就駁到細 大那個就駁到這裡 大的 基本上我們整個設置 這樣就可以控制到相機 亦都可以把相機的畫面圖傳到Gimbo 好啦 那我們不如示範一下 怎樣可以把電話可以連接到Gimbo 亦都可以把相機的圖傳 可以在電話裡播放出來 那首先我們要先開了我們的DJI的App 選擇你本身是哪一支的Gimbo 我們現在這支是DJI的RS2 對啦 那首先我們要把圖傳 記得要先開了 那你會見到圖傳那裏 會有寫著Wi-Fi的SSID的名字 還有有Password 那待會我就要去到電話裡的Wi-Fi 選擇相應的名字 進入Password去做連接的 開了之後按連接 找回你的Gimbo的名字 我們預算密碼就是12345678 然後連接 那基本上其實已經連接了 那之後我們想把Gimbo的圖傳 可以落到去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做呢 對啦 那麼選擇圖傳的名字 進入Password 加入 成功了之後呢 我們去回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相機開機 那就會成功呢 就可以做到圖傳了 好啦 那今次呢 這個Rs2 其中一個呢 在Apps裡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智能跟隨 那我們怎樣可以用呢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在電話裡 你做了圖傳的話 你可以跨著它 Model走的時候 它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著它動了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就是 我們呢 我們呢 用回我們的螢幕仔 可以看我們的螢幕仔 就是我們用回呢 我們那個板機位 我們的手柄的板機位 按一下 對著你的 Model 按一下 那它也可以呢 是做到跟隨的了 例如Model走的時候呢 那它也可以呢 是鎖住了它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手柄裡是會有錄影的功能 那它可以呢 那它可以呢 控制到相機去做錄影 同時 亦都可以呢 在電話裡 是做到一個錄影的 那我們看看 那這樣同時呢 我們是會錄影中的了 那那 那錄影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電話裡 做一個Payback的即時 那除了剛才所說的智能跟隨 和相機圖傳的Gimbo之外呢 而RS2和RS2都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用這個 摩打去把手動鏡 去做到一個對焦的效果 好了 我們的Gimbo上面 會有一個滑輪 去推動我們摩打的齒輪 去令到手動鏡 可以做到對焦的效果 只要你在手動鏡上面 安裝這個齒輪帶 就可以運作了 那這兩隻Gimbo有什麼不同呢 好了 那首先看看 那這支是RS2 這支是RS2 這支是RS2 RS2它有個螢幕 來好像剛才所介紹的智能跟隨的話 那RS2是可以在螢幕裡 已經可以做到 可以看得到 而RS2一定要在電話裡 才可以看得到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它的一些Lock 鍵 你會見到RS2它的Lock 鍵是零的 而RS2它全部是會開啟的 而負重方面 RS2它只可以負重到3kg的重量 而RS2可以負重到4.5kg 負重多很多 甚至乎一些大機 例如Bread Magic Red 甚至乎將會出的Canon C70 它都可以負重得到 而還有一樣東西 它是沒有微調的扭的功能 全部都是要你手動去推 好了 RS2它的接疊式 除了方便收納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它可以隨時變成提灌模式 在開機的情況都可以做到 首先我們unlock 鍵 之後就可以反向前 我們就可以把三腳架拆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用提灌模式 而RS2如果要變提灌模式 因為它沒有接疊式 我們也可以扭這個三腳架出來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 這樣你就可以用了 拿著它 就是這樣 人生有個真正朋友的確很厲害 飲成 好了 去到最後 去到尾聲 我們來回總結 兩支Gimbo 我們怎樣選擇 一支RS2它是6,000多元 而RS2它是4,000多元 如果你說我只是需要用來 例如X-T4這些比較小的機器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RS2 因為它只是負重3kg 而RS2負重4.5kg 這個也可以留意 另外一件事 我都會建議買Combo套裝 因為兩款的Combo套裝 都會有這個馬達 而遲些DJI會出一個紅外線 可以做到手動鏡做到自動對焦 如果你沒有買這個Combo 你就會用不到這個功能 另外一件事 我會比較 會比較 覺得是差一點的 就是 它的包包 雖然這次 這個包包都會漂亮很多 但是 如果你本身 是有拖行李箱出操 的話 我就覺得 它就沒有了 好像PT-Sign那個 可以掛在行李箱的 那個扣 那個位置 我覺得下次 希望它可以再加進去 而最後一件事 我昨晚研究了這個Gimbo 都研究了幾個小時 我好像可以安裝到 我上網也看過說明書 是指示不太清晰 希望下次這件事可以改進去 或者再重新看我們一次的影片 如何連圖傳 我們今次的Gimbo測試 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想了解Model 多些的話 可以留意它的IG 或者Facebook 好了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這個Gimbo 有另一種功能 可以電話控制 就是可以體感控制 你看 想像一下 變成有時候 可能拍風景 你可以放下它 坐下就可以控制它慢慢去拍攝 亦都可以用它來拍攝這個全景模式 可以來由Z 由左至右 來Pan 或者來你拍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你想去慢慢去 平易去Pan這部機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這個體感 慢慢慢慢去拍攝 這個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這次的收納包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隨身攜帶 不會像以前用的發泡膠箱 又壓榨又不好攜帶 又不濕得水 簡直就是垃圾 他們去拍攝 有兩分鐘 謝謝大家 好嗎 好的 買不是 有兩分鐘 好嗎 讓大家來拍攝 可以嗎 還有兩分鐘